我现在就是在去超市的路上 然后因为就是前几天 不是说就是想买鸡蛋吧 然后就突然买了个减压鸡蛋 所以我就特别愤怒 愤怒气死我了 所以呢就是 我就决定今天 要去买鸡蛋 做一些鸡蛋作为主要的菜 没错 OK那我们先来买一些东西 先买个鸡蛋 这个吧 我们应该吃的一个鸡蛋 因为我要做鸡蛋鸡蛋汤 要做这个 所以我要买面粉 西红柿 这个蔬菜 一个菠菜 对就这些吧 是吧 菠菜 是 是吧 我肯定没错了 这不是吗 鸡蛋鸡蛋 可以 我想我想做这个鸡蛋鸡蛋鸡蛋汤 然后我需要用面粉 这面粉呢 不好意思这个能做鸡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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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吗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 谢谢 放肥料 OK买完喽 买完喽 然后去鸡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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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OK回到家喽 为什么想做鸡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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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还挺OK的 我觉得 一个这么大的 不这样这样切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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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ok 我手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刚刚就是做那些小球 但是最后就是有了这些 来看看正确示范 一边用筷子搅拌 就逐渐变成均匀的小疙瘩了 nice 下一步我要炒这个西红柿 然后在这个等西红柿 in the water boiling的时候呢 我就先搅拌鸡蛋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就试一下 它如果好吃那就成功 不好吃下次就再说 ok 它有点丑 现在特别像那种西红柿 炒鸡蛋 然后放水 但是 我试一下 ok 全麦粉 我过于熟了一点 感觉 就是有点硬 但是 但是这个汤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not bad not bad but not good not bad not bad not bad but not good 给哥 等一下 我之前在店里喝的那个汤 我会给10分 这个汤就6点8 6点8分 好 成功 我们刚刚做完了这个鸡蛋鸽子汤 然后呢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菠菜炒鸡蛋 其实很简单 就是就是煮这个菠菜 切 呃 切完了就放在一个碗里面 然后就是把鸡蛋 放在锅里 就是炒炒鸡蛋 就正常炒鸡蛋 炒完呢 弄出来 放在一起 然后就炒炒炒炒炒炒炒 and then finish 结束 OK 菠菜不够 再加点 这个其实就是用一个鸡蛋就够了 但 我觉得有点 有点就不好看 所以就是 我想用大概 两到三个鸡蛋 所以我觉得要再加点补餐 变多了一些 and now 我们要炒这个鸡蛋 鸡蛋呢 我觉得 我做炒鸡蛋非常好吃 我会放很多的油 这是我的secret 放很多油 然后呢 就是用特别小的火 洗碗 目前看起来还不错 闻起来还不错 有点没味道 没放眼 它就是不够咸 那咱们就再放点吧 嗯 嗯 这个就好一点 我觉得今天那个汤更好吃 但这个也还不错 但那个汤更好吃 对 下次如果大家要做的话 多放点盐 然后今天做了两道菜 做了一个鸡蛋割的汤 对 然后还做了一个这个 菠菜炒鸡蛋 鸡蛋割的汤还比较好吃 好喝 对 OK Anyways 走了 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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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